在通國際0062 很榮幸獲得AM730 頒發結出可持續企業大獎 上市公司公共運輸類別 表揚我們在可持續發展領域上的成就 現時在通旗下的九巴及龍運巴士車隊 有82部單層及雙層電動巴士 在過去的一年 電動巴士已經行走超過220萬公里 減少3000公噸的碳排放 同時九巴自行研發配備太陽能發電裝置的雙層巴士 現在已經有2000部巴士為太陽能巴士 佔車隊的數目一本 太陽能產生的電力 可以直接傳送到去巴士上面的主電池 將可載生能源供應給全車的電子設備使用 減少碳排放 再通2021年起定下六大環保積效指標 包括減少碳排放、耗油量等等 一直取得滿意的成果 集團會致力邁向轉型為低碳經濟 為國家及本港邁向碳中和作出實質的貢獻 社會責任方面 為輔助視像人士到達正確的巴士站等車 九巴在深水埗區推出15個聲音巴士站 透過RFID技術 讓視像人士可以透過巴士站的路線廣播 找到正確的巴士站 我們作為全港最大型的專型巴士營辦商 安全是我們的首要考慮 九巴和龍運在巴士上設置了多項科技設備 確保巴士營運安全 包括車長駕駛反規系統 車速限制裝置等等 九巴的預防性維護系統 亦有助預早發現基件的問題 安排維修保養的先後治序 另一方面 我們著重綠色金融 九巴和龍運簽署了多份可持續發展表現掛勾的貸款協議 有關的貸款總額 佔集團的整體貸款額 百分之五十以上 顯示集團透過綠色金融 推動香港實現零排放所作出的努力 我們在觀塑的物業發展項目 The Melanity 兩棟甲級寫字樓已經入伙 獲得多個大型機構租用 而基座的大型商場預計今年開幕 將會為集團帶來長遠而穩定的收益 The Melanity在建築和物業本利上都得到多個國際和本地的環保權威認可 證明The Melanity在節能、環保、減排等方面的表現獲得業界的肯定 早前我們分別與深圳巴士集團及阿布集比綜合交通中心合作 就推動跨境聯城 推動綠色文書發展等作多方面的合作 在通國際會堅守崗位、勇於創新 配合國家及本港整體在經濟及可持續的發展